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面对这么多的学生 你是如何安排这个课的内容和安排时间的 最初做生意听说的时候呢 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 当时想了有两千人选课就不容易了 当我们的选择数到了两万三万 甚至有一些些到了四万五千的时候 压力还是蛮大的 我会每天早上起来打饮一个小时 但现在呢压力比较小 是因为我已经建立了三个团队 中间有一个是课程研发团队 还有一个就是课程的运营团队 尤其是课程运营的团队老师呢 非常非常积极 我们第三个团队是非常奇怪的 就是我们的课程 听说课程的优秀学员 他们现在已经成长为我们课程的主教了 所以说我不是一个人在站的 那么就是说 这三门课程实际是怎么安排的 是和那个清华大学 和你在清华交的课的安排是一样的吗 不完全一样 就是第一门课是 身为于你听说 是我先做了木课 才在清华的本课生里面开了这门课 第二门课是身为于读写 这个是面向大学生的 第一门课可以是面向中小学 英语老师 旨在提高他们的听说水平 应该说第一门课的难度 是在初二以上到本课阶段 而第二门课呢 我们的目标点就是高知高专的学生和大学本课生 第三门课还在研发过程中 第三门课应该是针对白领或者是研究生这个阶段 就是用来学术交流用的英语 杨朗先生好 就是作为一名资深的英语老师 你觉得木课有什么优势 木课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我在清华教课的时候 实际上我只是针对一百多个学生 在讲课 木课学院可能是来自全世界的 甚至是 比如说195个国家的不同的学院 在国内的话 我是没有机会去新疆西藏上课的 但是我们这门课里面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院 大概每学期我都能赶到 很大的鼓舞 比如说会有广东的2000学生选课 会有辽宁的2000学生选课 所以我觉得木课应该说是给 讲目和老师很大的一个机会去把现有的资源 给更多的学生分享 所以我觉得特别高兴就是通过木课 我参与了几十万人的学习的过程 他们学习过程得出了学习结论 或者说我们总结出了一些数据 也会推进我在清华自己的教学改革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时是与学生这么互动的 会用到微信在内的一个社交工具吗 不光是微信了 我现在有几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就是我有一个微信订阅号 这个课程订阅号本来是听说课程的 现在是针对两门课的 下期可能就是针对三门课程 目前有八千多人在微信订阅号上 所以我特别清楚 每天早上发出的 我每天早上发出的信息 会到八千个学院的微信手机上 这是一个途径 还有一个途径是 我们按学校按班做微信群 比如这学期我就管理着三四十个微信群 这个微信群里面每天 每个群里面有任何老师来发帖子 比如说我们特别棒的一个 北京联合大学的谢志安老师 他一个人管三十六个群 当然一个人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手下会有一些老师 比如说平津山学院会派一个老师来 还有天津商业大学 也会派自己的老师在群里面 每个群都有一个地方上 就是任客老师 还有我们派的这个老师 还有当地老师自己带来助教在工作 所以说我自己是充分利用了微信 和微信订阅号 这两个工具在给我们学生交流 目前我正在做了第三件事情 也就是刚刚开始的是 我在网上建立了英语学习社区 在这个社区里面我就是个群主 所以木华公司也在做一个木小咖的活动 在这个活动里面 我大概会一个多月里面 每天晚上会跟学生打疑 也几段性地会给学生有个线下的活动 有线下讲座什么的 就是这样 杨老师 你认为木课未来会取代线下的传统课堂 还是对线下的传统课堂一种补充 我从来不觉得会有一种新技术 完全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语言课是特别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 因为有些比如说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是语言本身辩达不出来的 我们拍木课呢 一个特别大的局限在于 所有的情景是设定好了的 所以说我认为木课 包括木课以后的微木课呀 还有其他形式 是不会期待传统课堂的 但是它对传统课堂是个特别有效的补充 就比如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在课下想给学生演艺一个情景 拍摄一个情景 但这是需要专业团队去制作的 而且这个投入成本也还是很大的 如果我自己拍了这个情景 那么在木课 通过木课可以上千的学生 上万的学生来演绎这段故事 所以我就觉得木课是所有老师 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 使课堂活跃起来的一个工具 另外就是有些人没有机会上大学的 那么通过木课呢 它可以看到大学校园里的老师 跟学生是怎么互动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高兴 就是借木课这个机会呢 把清华大学学生 学习意语的整个场景 呈现给全国的孩子 也把中国的老师如何讲课 中国学生如何学习这个环境呢 也呈现给全世界的 其他的国家的老师和学生 这个是我就是做木课 特别大的感受 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平时在你和学生沟通的过程中 他们为你的教学提出了什么 什么感情的建议呢 如果没有木课 我没有太多时间听从到 学生内心的声音 因为拍了木课 在讨论区学生可以提各种问题 所以我的助教和我的团队 一直在搜集学生对课程的意见 包括对课程教学中的一些 特别没有太注意的一些细节的意见 举一个例子就是 哥伦比亚这个国家 很多中国人呢 是不是特别了解 那我自己呢 也不是特别了解 在拍木课的过程中 我们就发现了 我们居然把这个国民拼错了 虽然是只在一个练习里头 我就感到特别特别内疚 所以我觉得通过木课的平台 老师和学生都在成长 都在进步 也是在拍木课的过程中 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事业 好像扩大了很多 我有机会去了解 认识不同国家的人 因此我非常珍惜 在国际平台上 木课的讨论区这个环节 我也非常非常珍惜 就是在微信平台 学生跟我的交流 没有学生的提问 没有学生的需求 老师也很难更加进步 所以说我觉得 希望没有拍木课的老师呢 可以进行一些 混合之教学的尝试 希望拍了木课的老师呢 可以利用各种社交媒体 跟学生建立更加亲密的联系 好 感谢杨老师介绍我们的采访 谢谢 好 也谢谢屏幕前的 学了我们生活 已听说木课的学员 和没有学 准备学的学员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